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是一個正方形的花園 每邊長 長跟寬都是70公尺 正方形 於園內開闢兩條交叉的路 已知花圖的面積是3600 這四塊加起來是3600 他問說 第一個 他要你用X表花圖的面積 要你用X表花圖的面積 怎麼表 我們先來看 就是全部的面積 扣掉這四塊的面積 這四塊我把它合併起來 因為這個都是90度 我合併起來以後 也是變成一個正方形 然後呢 合併起來正方形 邊長是這個 這個 這個也是X 邊長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70 扣掉2X 所以那個花圖的面積 這個是70 減掉多少呢 70減掉2X 2X 2X 乘以這個寬 也是70 減掉2X 就平衡了 這個就是面積 再來我們看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他要你求X的值 那因為他說 這個花圖的面積是3600 這個是等於3600 那兩邊 給他開平方 那就是70 減掉2X 這個是等到 正負呢 60 不過 因為70比2X大 所以戶號不對 所以我就曉得說 這2X等於多少 比過了 2X等於70減60 10 那加X等於5 X等於5 好 那道路寬多少 道路寬 這個我沒有畫得很好 這個是X嗎 這也是X嗎 這也是X嗎 道路寬的話 就是這個寬度 這寬度 就是 根號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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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寬度 我們叫做低好了 道路寬低 是等於根號2X 就等於5根號2 這X是5 5根號2 所以 第三小比是5根號2